導演 各位觀眾 我錯了 我跟你講 我以後只姓彭博大神 果然在昨天晚上發出了邀請函 9月8號台灣凌晨1點 正式發表會 所以我猜錯了 昨天大家影片有看嗎 我就來抽iPhone14 老闆 沒有講清楚啊 你要抽幾支 我跟你講 起碼一支以上 賣個關子好不好 好啦 因為邀請函發錯了 我們今天臨時拍了 追加的科技舞報 大家也知道說 你可以看到 他已經在美西時間 9月7號早上10點 台灣時間9月8號凌晨1點 會辦秋季線上的發表會 我今年一樣也會直播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抽iPhone14給你們 這次其實最有希望發表產品 其實大家有沒有看我 上禮拜的那個蘋果每月一報 他包含了iPhone14全系列 Apple Watch的S8 SE2跟Apple Watch的新的 叫Apple Watch Pro 那就是他的智慧手錶 那額外的部分是 我會有AirPods Pro 2 HomePod的新款跟Apple TV的新款 其實我們先繞回 為什麼會這麼早就發出邀請函呢 我跟你講這個答案 我今天早上特別去找了一下 因為這五年來 其實都是在9月中旬才發表新iPhone 不過今年的iPhone14 真的不是史上最早 因為有人就說是不是史上最早 連我自己都 很懷疑人生 但在2016年iPhone7的時候 也是9月7號發表 而且2015年之前 他們也都是 在9月7號左右 那段時間會做發表 然後你可以看到從這個 發表會的邀請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佈滿了星塵的太空中 印上了FAROUT這個字樣 那張寫說什麼 太空深處裡面有 極不尋常的新產品 要來現身的 也就是說 iPhone14 Pro 會迎來這五年來的最大變化 包含了 剪新的瀏海設計 還有更先進的處理器 跟什麼最強相機 那你從這一個的邀請函 你有哪些端倪呢 我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包含第一個 它滿天星空 它暗示這個星際 一定有一個更強的拍攝能力 那之前傳聞就是 蘋果這位iPhone 在開發什麼 天文的攝影功能 那或許可能在iPhone14 會出現 這一代的iPhone14 Pro的主相機 是升級到4800萬號數 雖然很有可能 再第二個就是Always On 那很多的傳言 彭博大神也有講 所以一定有 你也看到iOS16測試版 也都有揭露在 iPhone14 Pro 都會有水顯螢幕 滿天星空也有可能 帶著這個意思 另外 從iPhone13開始 就有傳聞 會加入低軌道的衛星通訊 但是始終也都沒有 那有人認為這個邀請函 可能暗示 iPhone14可能會有這個功能 這些都是猜測 到時候還是要等 蘋果發表會揭曉 才會真的知道 像昨天Tim嫂也說 他這個是用星空不出來的 這種設計的邀請 會不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那個變焦能力會更強 他的猜測其實也不無道理 對不對 不無可能 導演你覺得呢? 不無可能喔 是 不是沒有喔 不是沒有機會喔 是搞不好有喔 好 最後我們幫iPhone14 綜合一下 現在外傳的資訊 包含彭博社他們的資訊 所以iPhone14系列 他預期就有6.1吋的iPhone14 6.7吋的iPhone14 Max 讚叫Max 那還有6.1吋的iPhone14 Pro 跟6.7吋的iPhone14 Pro Max 而Pro的機型呢 他的機身長度會略高於 iPhone14的一般機型 也就是說一般機型 首次會帶來大螢幕的這個選擇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Max 他取代了mini 那另外呢 Pro系列呢 將捨去從iPhoneX開始 使用的瀏海螢幕 會改為一個圓孔呢 加上藥丸狀的一個 原聲感測鏡頭的這個模組 那手機呢 橫放一看呢 就好像一個驚嘆號一樣 那至於呢 iPhone14呢 則一般的機型這兩款呢 則還是會有瀏海的存在 那瀏海大小呢 會跟iPhone13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另外呢 包含直角邊框的機身啊 鏡頭數量呢 跟前一代呢 差不多 沒什麼大改變 那有可能呢 他的鏡頭的模組 可能會變大一點 然後凸一點 另外的部分呢 預期在iPhone14 跟iPhone14的Macs 會一樣採用了 iPhone13的 A15的仿真晶片 那不過RAM 從4GB的RAM 體能到6GB的RAM 那A16的 就是最新的這個處理器 的仿真晶片呢 會用在高階 也就是在Pro系列上面 在iPhone14 Pro 跟iPhone14 Pro Max上的鏡頭上 才會有 而在iPhone14 Pro系列呢 他們兩款機型都會有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的感光元件 然後出色像素呢 目前呢 可能會維持在1200萬 那會藉由呢 多像素的合併技術 為影像帶來更多細節 然後減少噪點 而每個像素的原始尺寸呢 可能會擴增到2.5UM 會比先前的1.7UM 來的幹嘛 來的更好 那另外呢 有望支援呢 8K的錄影 那前鏡頭的升級呢 上面就是會有一個什麼 最重要就是一個 他可以自動對焦 會有更大的那個光圈 就是F1.9 那另外呢 比較不準確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顏色跟價格上 那iPhone14目前傳有 綠色 紫色 藍色 黑色 白色 紅色 那在新紫色呢 會取代的粉色 那iPhone14 Pro這個系列呢 會有綠色 紫色 銀色 金色 石墨色 這五個顏色 那新的紫色呢 會取代的天風藍的這個特殊色 那價格的部分 目前傳出來的 Pro7的售價呢 會貴100美元 也就是折合台幣大概3027座 老闆 你知道有沒有心情受到打擊啊 老實說 我只有 我其實沒有耶 我只有這個日期真的 好 失準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上禮拜的蘋果每月預報 我說第一場發表會會出現的產品 這些還是會出現 我們到時候 當天直播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講 我們直播的另外一個主持人 就廖阿輝 廖阿輝說會幫各位觀眾 一一檢視我的準確度 而且我們那天其實活動蠻多的 很多喔 我跟你講各位 我們那天 我們昨天討論 等一下 我們現在要賣個關子 因為我們昨天真的討論到 討論了一個晚上 然後回到家 我就收到邀請來 你知道這種打擊嗎 對 你知道我這種打擊嗎 馬上被打臉 好啦 日期還是以後外媒怎麼蓬勃 他們怎麼說 我就聽他們的 以後他們講這個 我就講一樣的答案 那那天真的有很多活動 而且我們還有iPhone14手機抽獎 而且你們會覺得只有抽iPhone14嗎 抽iPhone14 但是那是基本版的 當然要規格好一點對不對 對 我們就賣關子到這裡 大家一樣持續鎖定 我們3C聽歌送容日常頻道 我們會把蘋果的秋季報表會 所有的完整的訊息 還有相關的一些外媒爆料 尤其是蓬勃色的 我會好好的準確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這樣囉 一個是蓬勃色的 在那裡 你怎麼沒看到 她是在那裡 間很好的 一個城市 也應該卡士的 帶給其他人 但我覺得是非常超適合 ひど dopamine 餐 nos 需要